欢迎收看春节特别精致 我来帮你吃早点 看到这个熟悉的牌子 看到这个熟悉的大糖果子就知道 嗨 我又来万新村了 姐姐您春节休息吗 休息 休息 休息到啥时候 过了十五 行嘞 我们俩要了一条 吃多少接多少 行 感受一下这个糖皮 还是一样的酥脆 还是一样的快乐 可以感受到糖果脆壳了 来千斤每次必吃的嘎巴菜 来千斤每次必吃的嘎巴菜 碟碟碟糊糊糊的麻酱腐乳打卤煎饼皮 来点辣椒油更快乐哟 它其实更像半干半主食产品 加麻酱 加麻酱 加蒜泥 浓郁的豆腐 浓郁的豆腐混合着麻酱的香气 蒜泥味道 蒜泥提升了一点辛辣的味道 蒜泥提升了一点辛辣的味道 现在是早晨六点 大家吃早点的热情依旧不见 它这卤子还挺平衡的 就是你吃到底连卤子带嘎巴 基本上是都没剩下 这真是一门技术啊 这个是蛋蛋 这家都熟了嘛 我都熟了 那块多一盐 那块多一盐 那个多白吗 那个多一点 这个辣的 你别那么起来啊 嗯 我看你久了 这个不够呢 这个小便 去年只要不是给它捂了 凉了都酥脆如初 南新村一个来了还想来的地方 近期想吃呢就别想了 15之前都别过来了 然后听说树英的云吞特别好 是不是 都到南新村了去尝尝 姐 您春天休息吗 春天休息 休息到啥时候 初十二开业 初十二开业 这小云吞长得可真是 挺可爱呢 然后我就入乡随俗来了个大饼加果子 可能是我吃天津早点这么多次以来 第一次这么吃 我虽然不是很理解 但是我尊重 是这个意思不 但是你们真的不加了咸菜一会儿吃吗 但是似乎看起来很满足 汤是不错的呀 看它有两个锅 一个可能是这个补汤 然后一个是煮馄饨的 它的馅味儿很足 你可以嚼到它这个胡椒的味道 然后有咸味儿 汤里面也可以再加一点胡椒粉 而且整的土壶 换下烤型 鸡蛋 皮 多看起来 雞蛋 匀子是真不错 然后它那菜单写的是 中午还卖拉面 但是早餐也可以点拉面 你来看一下它的馅 就它这个馅就是那种 能吃出非常浓郁的咸香味 今天的云池早点期待结束啦 想吃吗 想吃现在你们也吃不着 再看一遍吧 或者是等人家上班了之后 再来